各位親愛的老天們又來了 今天這一集我們來開箱評測一個 華強北的Castify的保護殼 那在影片開箱之前 我們還是要支持正版 這個是華強北的 我們是景宮評測 那感謝這個是頻道的粉絲 蜜蜂送的 非常感謝他 那不過這個殼我也不知道在哪邊買 那他好像也是從大陸的一些 網路的平台去買 你們如果要買你們就要自己去找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包裝 他的包裝我覺得 他是做這個紙盒的 非常的精緻 我摸起來這個盒子都很好 然後他的版本應該也是最高的版本 就是是最高品質的 然後他的盒子裡面有這個 保麗龍墊那種軟墊 然後一個這個 一個套子 然後保護殼的背面呢 是有一個這個保護貼 那如果你是買正版的話 正版的話應該是還有一個雷射的標籤 所以差異應該在這邊 不過我覺得這個包裝盒也是做得蠻漂亮的 我們把它上面的幾個塑膠膜把它撕起來 不過他有這個保護膜也算蠻不錯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保護殼的外觀 其實我覺得華強北的他在做已經做到的是一模一樣 老實說我現在在摸他這個背板呢 都是非常平整的 而且不會掛手 他的這個鏡頭框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稍微比較高一點 跟那個官方的話可能高了那麼一點點 也有可能是他這一次的15的部分 稍微薄了一點 所以會比較高 我拿一個這個14的 14的給各位看 14個相對的就比較低一點 然後他是這個版本是特殊的版本 是有這個漸層的 華強北的他的現在的這個顏色會變得非常的多 非常的漂亮喔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會買華強北的原因 就是說官方的顏色太少了 而且官方的這個按鈕 之前還沒有三顆按鍵 那華強北的都有三顆按鍵 其他做工都做的已經都幾乎都是一模一樣了 然後官方的這個裡面這邊印的字 跟華強北印的也不一樣 不過其實你不仔細看你也看不出來 所以整體的話 我覺得做的都非常好 然後他的這個背板呢 是有這個網點的設計 防水波紋 背板的這個塗層啊 跟這個塗料 跟印刷 我覺得都是印的跟正版的是一模一樣的 是的話呢 可能是稍微比較細了一點 但是你也看不出來 基本上做的都很接近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他的重量大概多少 72.6顆 稍微比較重一點 那不過就是Castify的殼都是六七十顆 好那我們就把它裝上去 看一下他的外觀 好我裝上去以後 我發現他的這個邊呢都非常的平整 而且他的這個搖合度都是非常的好 你也看不見那個金屬的邊框 我甚至覺得他的這個做工 有可能還比官方的好 因為我之前官方的 有的時候他會 有的邊會是沒有那麼服貼 可是這個最高版本的 槍北的 他的邊都是非常服貼的 然後他有三顆按鍵喔 這個按鍵都是非常的好按 另外他的這個 顏色很漂亮以外 他裡面也有那個再生材質的那個 一點一點的 我覺得做的都已經非常好了 這個鏡頭框的部分呢 也是有這個保護到鏡頭 背板的部分這個都很漂亮 覺得說滑槍北的已經做出來 就是 我覺得他的這個強悍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這個品質很好 我在摸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刮手感也沒有 基本上做出來 就跟官方的一樣 而且有時候 你甚至會覺得好像 還比較好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磁吸強不強 哇他的這個磁吸非常非常強 他的磁吸我覺得快要接近兩倍了 超強的 用這個Mofi的來吸看看 非常非常的強 喔他的磁吸 基本上我覺得跟犀牛盾的差不多了 應該是有兩倍的吸力 那這一個殼我覺得很誇張 那這樣就通過了 那我覺得這個滑槍北的強悍呢 應該就是給他滿分了 做的品質非常非常好 整體而言而且又很漂亮 顏色又很多 據頻道的粉絲在講說 他的顏色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Castify的官方 真的是面臨到很大的挑戰 第一個你的顏色太少了 第二個你的這個三顆按鍵 現在才開始做出來了 就比較慢了 那像滑槍北的已經做成這樣子了 我是覺得如果官方看到的話 要加緊腳步了 趕快顏色做多一點 不然有可能會被滑槍北打倒 好吧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了 滑槍北的這個強悍 我評測我給他滿分喔 但是我們還是支持正版啦 但是你說他的可做這樣子 不給滿分都沒辦法了 而且聽說還很便宜 好吧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然後再拍我 好